大家好,我繼續測試的微影 現在就上次有講到打懸崗系的道館 然後就上來這個木步 賽樂聯盟,前面是國軍之牢,八個徽章 我還沒夠嗎? 忘記了,我也忘記了我打了幾個 好像有個地方要...未去,我記得有個地方有些人攔著 好像在沙漠那裡 好,我們去沙漠看看 回到絕望荒漠 對了,在這裡 現在就可以開放了 什麼龍陣?我讀都不懂得那個字 不懂 我記得這個字是跟睡覺有關的,跟床有關 但我忘記了怎麼讀 好 好 重複在這個煙蜜市長大 煙蜜市? 也不是,他好像有說其他劇情 當時跟湖本一起離開了故鄉 去到這個陣,而他又去了雙龍市 不知道他現在覺得好不好 沙塵部對我的穴毒沙是有利的條件 因為是地面系 管主呢 林道士山應該叫做林字 不知道是不是 在這裡最為出色的純龍師 純龍師 真是龍系 這裡北方的山峰叫做 元初之山 歸他流傳著各種各樣的傳說 表著掌控時間和空間的神都是龍系精靈 並且和這個山有一個很深的圓圓 正在說那兩隻 帝牙盧卡和另一隻 龍系伏電師本來都會舉行大會 對 這裡好像是希羅娜 好,看看雙點 因為這裡有很多好東西買 咦?有了這個 即是買五條錢 名玉也要買五條 好,沒了錢 因為那兩個都是非常好用的道具 所以一定要買 對 大家先說一下,我現在的等級平均有75 然後火馬就突破 現在火馬就爆到17 對 然後攻擊力 技能方面 換了招水技 因為之前是潛水 現在有招水技 但會扣血都可以 在暴龍就換了急凍光線 火馬沒有變 這隻技能為了幫他升 總之這關槍 大家稍後就換走了 對了,沒什麼可以改變 先幫他裝回防護 一隻鋼蟹 總之這關槍其實 不算太有用 因為它是固定2-5回合 你當它3回合 或者2回合 即是50威力 其實也不是很高 我一招強力邊都比較厲害 但是命綜沒那麼高 其實各有好處 這隻鋼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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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放這隻鋼蟹 先放這隻鋼蟹 有三隻鋼蟹 就能一直修行的我告訴你 地面鋼蟹 龍星群 對,我忘記了 因為我升了 就去了 沒有那個動畫 所以現在你會看到 畫面是 沒有那個動畫 好 直接用龍色群 嘩,幸好我受到這隻龍色群 因為它過我等功 OK 龍色群 唉,混亂 火馬 在這裡踩 龍舞 踩 破壞死光 可以了 然後踩 不要了 踩 不行 先選擇設定 因為是用來 升叻 因為升叻 動畫的角度沒有了 方便 速度 快點升叻 因為升叻也挺辛苦 因為這個巨劍蟹速度不夠 而且這隻的速度也不夠 只有43 所以必定是出手慢個人 所以就比較難升 啟寶龍也OK 2B背 火爆後就比較難 好,來吧 按這塊 原來這塊 傳送器 原來這塊 這位婆婆 不如啟寶龍 不如 還有我先安裝一些道具 因為之前是用來 用來安裝幸運蛋 OK 安裝了 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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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裝幸運蛋 換回尊外圍根 好 吊戰者 沒入圍 年紀就少看我們 傷頭 虎 龍星盆 殺 其實我用兵也可以 血液飛龍 轉一轉 因為減了特攻 而且他應該會比我快 起來 好 可以 之後就 鐵壁 我居然比他快 是龍尾 怪不得 我還想為什麼他會比我慢 原來是用口製技 鐵壁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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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頭龍 三頭龍的話應該會有龍星菌 或者大紫燒 不如去驗一下 保護 怎麼辦?這隻吧 好 先保護 回血,他看你沒有火技 大地之靈 我吸了很多 好 鐵壁 他有回血,不要緊 一起回血吧 反正我有回血,你也有回血 我是吸他血 他自己回血 這裏要磨 都蠻好彩他沒有火技 好 然後就是啟暴龍 雙虎之後龍星菌 龍激輪 瞄了他 堅果 保護 先不要被龍激良打 殘滅機身控制 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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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隊用蠻力 撞死 這樣也撞不死 閃分 這次用蠻力 太糟了 這裏要輸 因為沒有裂炎 所以比較難打 一開始就直接用啟暴龍 因為他有地龍 那隻的沙漠 蜻力 用啟暴龍的溝通光線就可以瞄了 但不知道他有沒有龍 有龍爪 但還沒死 這裏 差點死 炎火 他已經換了雙虎之龍 不過不要緊 我已經靠超高防禦的鐵壁 就少了威脅 就少了威脅 現在只扣了兩下 所以可以換走了 換哪隻好呢 火爆後 龍星群 也不死 然後用根拳擊 打死 癡龍王是用水龍 所以我們要用龍打 先見過 技身組織 嘩,差點死 他有命中 這裏 也可以去馬牌 保護一下 不行了 鱷魚? 為什麼這樣做 可能是想用五軍天雷 或者用高壓 高壓水軍再推高的攻擊 不過他一直在扣自己的血 好 可以了 玩完了 好,贏了 這份技能在我之上 我的肌硬在你之上 好,收一下這個龍爪 對 找你的龍技能 相信你會用得他 我想要找我 相信我應該要走了 失陪 要參加這個祭典 開始 來了 應該在上面那條路 這裡 已經贏了管主 你果然是一個優勢的訓練師 這裡似乎要舉辦龍之祭典 那時候應該會有很多其他地區的訓練師 說不定之前聯絡不到的艾里仙和杜都來 我想我都會參加和阿里亞綠莎 但銀河團要進來他們計劃的最後一步 赤日他可以看到很多普通人看不到的深層道理 但也看不到這個平常生活的美好 如果好像另一個他一樣聖誘 他們來了 赤日想要把一切的美好和殘血一切 全部都是虛無 我想守護這個平凡的點的美好 必須去粉碎他們的陰謀 這個關係到所有的世界命運 一定要做好充分的準備 我要馬上過去了 弄得好就馬上過來 弄得好 我已經練好了 好 其實 如果洞穴的話 用巨鉗馬好像比較好 好 超不備 超不備 波波球 萬力 好 暫時可以一下子撞死人 不過其實不打也無所謂 因為遲些不夠打我都會升 所以現在不用打 儘量 儘量以劇情為先 好 好 銀河團 那個 難得吃飽睡好 有啊你來攪陣 火技 是不是用 既然不是用暈暖 奇耳光線 黑色眼光 殺光 HELLO 加 大家都是火系 所以是用 一隻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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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死他 好了 OK 下面那個是什麼 我們先不要走那邊 我用落定決心 我會和精靈戰鬥到底 轉一轉 轉火爆 打鼓 打鼓 砍他 紳士 阿 腳掩牌 掩斑 YES 我喜歡的就是我的精靈 無論是強大或是弱小 此緣 原初之山 唉 走錯路了 這裡有這次銀羅團之前的那個 電源山 我沒有記錯名字 不是又要推石這麼白癡 這裡不能走 我這裡不是要爬瀑布這麼白癡 我很討厭這些 這裡不能走 我真的要... 不知道怎樣 還是其實不用 騙我 可能因為那裡有東西去撿 對 不用 下面真的有一個動物 但馬上要實現偉大的計劃 絕對不准他任何人來搞亂 我想其實是... 會是神獸之類 差點死 這裡要滿了 直接 毒蛙 毒蛙就怕超人力 但我沒有超人力 所以用飛人機打 火爆猴 E8 上進 唉...我最討厭 毒... 毒凳 用一隻快的來打 踩他 88 回一回 之後就重新一隻 又重新一隻 反而我的錢也不夠 不知道為什麼打這些訓練師拿錢也不夠 也不算很多 挺怕水石 這個位置 好 不是這裡 喂...要推石 不是 嚇死我 走幾十段路 現在 咦...他們在這裡 我可以不理他們 我可以不理他們 先問問他們有什麼事 為什麼要執著 執著於這個赤日夢想 你真的希望看到這個世界一切化為烏油嗎 受死的赤日大人夢想就是我的夢想 這個世界唯一意願 這個意義就是成為赤日大人夢想的搖籃 一定要再創造一個更美好的世界 好...你們兩個慢慢打吧 我先去找赤日 咦...這裡又有東西說了 你應該很清楚你的程度的人 根本阻止不了我 這次你沒有那些伎倆 放棄無謂的掙扎 最多是講的家庫 應該放棄的人是你 我的中心是不會動搖的 好...趁你們搞不搞真拿上去 噢...你果然來了 殺坦 我想問問你為什麼你要廢勁 千辛萬苦來這裡 你自己有沒有想過 不會是為了我打敗這些邪惡勢力的 拯救世界之類的無料 無料回答 那就是說你根本沒有想過原因 我... 一直不清楚赤日大人的想法 不過可能正因為這樣 我好奇心才會驅使我去一探究竟 有些東西極端主義是解決不了的 但恐怕有些東西 一定要用極端主義才可以解決 很快就看到我所一直學購的答案 絕對不會被你搞亂一齊 好...OK 我是對的 劍武吧 清平反 重甲暴龍 龍怕火 哪隻 這隻 應該用癌技 對 用癌技 地面技 不要緊 我吸他很多 好 之後 鐵壁 不要死 開到鐵壁的話 他暫時殺不了我 可以 至少 一百二十 一百三十 哪個 沒有黑鷹 飛行 不是 兵 用兵器打 是暴龍 射身撞 一下撞到 不過是最高攻的鳥 這樣的話 用火馬好像比較好 試一下 大火 巨劍湯浪 再用大火 其實小火也能打死 剛剛試過 鴨嘴艷龍 不知道會不會有雷拳 我記得好像有雷拳 好 一野殺 但我扣很多 毒夫 是炎馬踩 察覺到有危險 你也知道有危險 提身 最大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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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踩 最大火 最大火 等一下 不吸太多 哇 一的吸了石條 火爆口 有 地震 吸收拳 不行 保護 吸收拳 打在我面前 可以見武 很厲害 重甲暴龍 重甲暴龍就是剛才那隻的堅果殺 我們這裡可以照用 很重的 這身體 先防甲暴龍 不中就行了 如果不中的話我將會很危險 這邊 鐵壁先 還是開一下鐵壁先 這裡可以保險一點點 不然我怕鞭壁不死 我怕鞭壁不死 他也是正不煩 鞭壁先 黑鷹 好黑鷹 就用 鐵壁馬 或者 鐵暴龍 先吸通光 哇 一下子撞不死 不要緊 要殺 毒葫蘆 毒葫蘆要 搞定他 踩他 吸收拳 哇 差點死 用火器打不打通 因為我記得他好像 什麼乾燥身 看了什麼鬼 角色出不打 燒傷了 這樣的話用地震 地震 一下殺 鴨嘴爆龍 去鞭壁 贏吧 好 我順利 為何沒有辦法見證得一齊 好險 車日大人 你想要製造的未來究竟會怎樣 我恐怕沒有辦法看到 看你比我們更快 做得好 車日他應該在前面 我們要阻止他的妄想 這場戰鬥不可以輸 不得每次完都會發為虛無 無論是你還是我們 做好最充分的準備 剛才我輸了 剛才死了 沒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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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裡 都很厲害 好像沒有了 有的有的 這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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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只有最後一次 吃完這次就沒有了 這樣也是念一開始吧 始初之山,是原初之山 歡迎來到這個舊世界的巔峰 和我新世界的單身之地可以察覺到我們的行動 並且一直追蹤到這裡 尤其是在我們擁有這個羽毛的情況下 的確是一個優秀的洞察力和行動力 不妨說說你對於這個月食之月有多少了解 哼,你那條是黑色羽毛 應該擁有這個瞬間移動的能力 可以一瞬間脫離線線 即使是我,都很難捕捉到你們的行動 幸好跟等地子團的大規模行動不同 這些岩岩團基本一直在暗中行動 而且那條羽毛應該可以操控精靈的想法 但你們可以站在我面前,果然不是偶然 很正確的猜想,瞬間的意識的操控 都是同樣源自於月食之月 不是,是達克羅伊的力量 同一種力量是 那個達克羅伊的扭曲之力 時空的扭曲可以做到瞬間的移動 心靈的扭曲可以做到意識的操控 以及那個男人得到的羽毛 有著完全相反的力量 恐怕亦有著完全相反的理想 不過他恐怕根本沒有辦法掌握我們的行動 不要說什麼阻止 你雖然錯了一個沒有心靈的世界 但你用這個心靈完成你的計劃 你不覺得很諷刺嗎? 心靈是不完美的存在 但這份殘缺只是超越了殘缺的契機 不完美就是成為了完美的戰腳石而存在 斜日你真的完全看不到這個世界的美好一面 這個世界難道不單是因為心靈才多姿多彩嗎? 這個混亂的世界當中 在你眼中是這樣的嗎? 真的遺憾嗎? 沒有心靈的話 你本來可以看得清楚 人類因為心靈的醜陋和殘缺 而憤怒、妒忌、狂妄 不斷一次次重複醞著悲劇 彼此沒有辦法理解和體諒 漸止變為爭吵、憎恨、戰鬥 最後化作為火和災禍 整個世界因此而混亂 這個世界最美麗而純粹的真理 就是這樣輕易地被心靈所蒙蔽 而這一刻的你們依然惡然不知 在沉溺當中無法自拔 說什麼時候 心靈之所以有這一面 難道不是因為這個世界 有著種種的押韻和不幸 如果這個世界不存在這些 一定不會有這些災難和戰爭 這一切都要歸咎於這個心靈 果然你也同樣不滿足這個世界 原來是這樣 果然是被騎拉帝納 騎拉帝納 冥王之史 這冥王你果然也見過他 你應該看到天空的顏色 就已經意識到這一點 真是久違 我教你也曾經過他過癒失敗 不過呢 今次我將 因為他的過癒成功 那你呢 可以沾上一部份的力量 對 單排一部份 因為我不像你 擁有可以跟其他帝納完美共鳴的 極為可見黑暗特質 但擁有在反轉世界找到方向的力量 對我來說已經很足夠 你做的一切 你應該很清楚 其他帝納已經做到這個地步 我不了解你的身份和過去 但我想你應該不會想要看著他 毀滅這一切 造成一個完全 偶的貓不斷叫 你應該不會想要看著他 毀滅這一切 造成完全沒有心靈的世界 不過這個是當然 不好意思 希羅娜 赤人 那些人真正希望看到 一定不是這個世界 而是那個人 也絕對不會是你 連你也無法理解 真是遺憾 但你沒什麼好說 這個世界的錯亂法則 就等我來重新寫 咦 空間神 空間和時空 時間神 赤之鎖鏈居然 已經完全能夠掌握製作的技術 本來不存在於任何一個 時空的兩位神獸 亦都會因為 由心靈的三弧神 所製造的鎖鏈所束縛 并確定在這個世界 時空之中存在 然後 亦都會因為那個殘缺的心靈 進一步被這個月食之魚 所完全操控 在差不多的力量之上 加上這個扭曲的力量 居然連時空之神都可以完全操控 打黑羅爾的力量 居然把赤之鎖鏈都染成黑色 為何這個速波之上 完全操控之力 這就是我所創造的 超越赤之鎖鏈的存在 黑之鎖鏈 這個應該是鑽石版的一個劇情 但我已經忘記了 將自己的作品稱為神器般的名字 即是狂妄 在其他大勒幫助之下 新次元創造的速度快了不少 沒有心靈的完美世界很快 呈現我眼前 在這個世界的時空附近創造新世界 時空的力量已經不穩定 反著世界的力量也開始不斷滲透 七天打算獨自一個人留在新世界 沒有其他人類 一人動的那份完美恐怕太過貪婪了 什麼 既然是人類 怎會沒有心靈呢 心靈的沒有價值就剷除了它 當人類的程序代碼 你們應該知道什麼人格代碼 當然利用3D龍 將人格讀取為代碼 儲存在電子空間 可以基本模擬出一個人的所有特徵 這些技術應該都包括你們銀河團 在內的一些邪惡組織所釘上 還是沒辦法辨清我們和愚昧之徒的不同 算了 好 你們對銀河團所一直研究的 產生新進化3D龍的怪異寶丁有多少了解 有沒有這麼多話說 在最初VD龍的功能之上 試圖開發進入二次元的能力 難道你 想將個人代碼有這個電子空間放入二空間 VD龍的開發計劃是不是失敗了 恐怕沒有獲得預期的力量 這條路是走不通的 我曾經有這樣的想法 在偶然之中 在反越世界見到一些意想不到的東西之前 我記明 火箭兵團的幹事 火箭兵團 在記憶那個人格代碼 你竟然用了我的力量 這條路其實是我的預期之外 我都沒有想到會有這樣的發言 你的人格代碼依然模擬出你的冥王之力 你將其所轉移到反轉世界的人格代碼 亦都可以維持存在 基本行動都有 實在令人驚人 好 暗中拆入我的記憶 就是你的銀河團所做的事 就是他們做的事 那些銀河團的手上 不可能會有這麼詳細 但恐怕也無法稱為無關係的人 話畢竟那個人稱自己 也是曾經銀河團一員 那個人親入程序的幕後一手 那個人想做什麼 你又怎樣我不清楚 不過我沒有求知的興趣 在反轉世界第一次相遇 我就察覺到 他想要做的事跟我不一樣 絕食之餘的力量 是由他得知 我不清楚他幫我的具體原因 不過既然是這樣以信不得的收穫 也不算是壞事 那個人也被奇拉帝納 賦予出入反轉世界的力量 是跟我一樣 都是賦予了能力的人 雖然沒有辦法像你這樣 完全公命 沒有辦法成為冥王之史的可能 但你將物體送入反轉世界的能力 只不過為了展現出一種可能性 等到使用完全崩壞之後 奇拉帝納也會從反轉世界中解放出來 到那個時候自然都不會需要你的力量 是冥王之史 始終完全崩壞之後 已經對世界一切完全絕望 你是想說 你們站在希望的一則 我是站在絕望 真的這樣嗎 那為什麼不可以想 其實你們被這個世界的思維所觸碰 對新世界感到絕望 而我為什麼沒有放棄寫起這個希望 希望絕望 不過是心靈枉置定義的結果 我們在做的其實是同一件事 就是選擇 算了 我想你們都不會認識 沒有人跟你說什麼 甚至這個新次元已經製造出初型 再繼續發展下去恐怕超出這個月食之魚 所扭曲 所能扭曲的時空距離 月食之魚 打開新世界的門 糟了 怎麼用月食之魚開啟而不是通過反轉世界 請別 你們這個殘缺的舊世界 不過我又衝進去 沒有任何羽毛進去 會被抹消自身存在 人的歌要時空的傳說精靈 都被人控制了 站在那邊 站在那邊 除了沒有可能二聲是阿爾宙師之外 那可以干涉時空的精靈 阿爾宙師之有 我也不知道是誰 好 反轉世界進來 好 現在差不多到這裡 下集繼續這個反轉世界劇情 對 拜拜